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学习进阶算法应用课程 那么上一节课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backpropagation算法 其中这个基础的一些标记啊,标签方式 以及一些这个假定assumption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接着跟大家介绍backpropagation算法 所以呢,我们现在可以给大家介绍这个 关于这个backpropagation算法有一个四个关键的公式啊 我们要理解一下这四个公式的意思 在我们理解这个四个公式之后呢 我们就很自然而然的可以推出这个backpropagation它的算法 细节是怎么工作的 好的,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个,我们定一个量啊 就我们定一个量,这个名字叫delta 然后右上角这个标记呢是l,就是哪一层 下面这个j就指的是当这l层的第几个神经元 定义这样一个叫arrow,就是一个误差的这样一个概念啊 它的表示这个字母是希腊字母delta,小写delta 大写delta是这个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这个三角号 那这个怎么来定义呢? 我们来这样做一个比喻形容一下大家可能好理解一点啊 就是说假如说 这有一个这个坏蛋,我们看到这个啊 这个小坏蛋拿了个叉子 他在这做怪呢,他要干嘛呢? 就是说他在这个dl层上的这个神经元 他想捣乱,他怎么捣乱呢? 他想就是说增加了一个变化 增加了一个什么变化量呢? 就是说这个变化量的名字叫这个大写这个delta的zlj 什么意思呢? 大家还记得这个z我们之前上节课讲的 它是一个中间变量 也就是说对于每一个神经元 我们再加全球核并加上这个bias之后的这个值 我们就叫做z是吧? 然后我们更新的时候 对于每一个z我们给他apply这个sigmoid function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坏蛋呢 他想破坏神经网络 他在这个增添了一个变化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本来呢 我们这个输出是吧 是这个对中间这个结果z dl层的dj 这个神经元 对他进行这个sigmoid function的运算就可以了 但是呢 现在我们捣乱 这个小坏蛋捣乱之后呢 有小猴子捣乱之后呢 他出来一个新的部分 也就是他多了一个delta这一部分 zlj 他多了一个量出来 那由于每一个神经元都多了一个量呢 他造成的最终结果就是我们最后算出来这个cost呢 他变化成这样子了 就是说是对cost function是吧 我们求对于z 第l层dj dj个神经元求偏导 然后呢 再乘以这个delta zlj 那假设呢 现在这个坏蛋他想帮助我们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通过找到一个合适的这个 delta zlj来降低cost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让这个cost最低化 是吧 但是呢 如果这个 这一部分 就是刚才我们这个cost变化量的前一部分 这个偏导 对于cost function 我们对z来求偏导 这一部分如果太大了 那么坏蛋想帮我们降低cost 就可以通过找到合适的这个delta z这部分 那么如果cost无限接近于零呢 我也无法改进太多呢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是说 可以用这个偏导cost function 对z求偏导可以作为一个误差的一个衡量标准 所以我们就定义这样一个误差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delta误差也叫error 它呢 就等于对于cost function 我们的目标函数 上对这个z中间变量求偏导数 我们把它当做一个error的一个衡量 误差的衡量标准啊 所以呢 我们第一个要介绍的这个重要公式 这重要方程呢 就是对于这个输出层啊 也就是我们最后一层 它的error 我们怎么计算 就是说 我们对cost function 求偏导 对于这个输出层的activation function 也就是说 我们最终的这个输出层上的每一个神经元 我们看这个大写L 指的是我们一共多少层 所以这大写L 这里就指的是输出层 输出层上的每一个神经元 是吧 求偏导 再乘以呢 我们这个sigmoid function 对于中间变量求导数 它两个成绩 我们用这样一个成绩 来算出来这个 它的 我们定义的这个error 这个delta 那么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对于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四个function 这四个方程呢 它每一个方程都有详细的这个证明啊 不过对于我们 借于我们这节课的难度 我们就不把这个证明包括在我们的课程里面了 我们只给大家介绍这四个方程 它的含义 所以呢 有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在我到时候写的这个 参考资料里面 自己去看这个证明的细节 好的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方程啊 就是说 等式右边的第一个第一项 也就是这个求偏导的这一项呢 它衡量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cost function是吧 它变化相对于djactivation的输出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输出层这一层 我们对于dj神经元是吧 它的activation的这个值 它这个变化引起的这个cost function 它的变化 所以我们的理想呢 比如说是c 就是整个这个cost 它不是因为某一个特定的输出神经元 而变化太大 所以呢 r就比较小 那么等式的这个 这右边这一部分 就是我们求导数的这一部分 我们看到这有一个prime 有个这个小品 是指的我们对这个sigmoid方式 能求导数啊 这一部分呢 其实是衡量这个activation变化 相对于什么的变化呢 相对于这个中间变量的变化 也就是z的变化 所以我们两部分是吧 一个是偏导乘以这一部分变化 然后我们再做进一步转化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delta呢 可以写成这样一个形式 就是说我们前一部分 其实指的 无非就是一个偏导数 是吧 就是说根据cost function 根据这个输出层activation function 它的一个变化率啊 它的变化率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倒三角号 它就说gradient 是吧 对于a来说 求变化率 那么第二部分呢 我们没有变 还是这个我们对这个sigma 它求偏导 那么他们俩之间呢 直接做这个 我们之前给大家定义的这个点乘 就是两两对应的这个 相量对应的元素之间相乘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delta呢 转化成这样一个形式啊 作为个矩阵的表达形式 所以我们里面的这个 刚才给大家解释的这个 倒三角号下面一个a 上面是cost 它指的其实就是这个cost啊 大写的c 它根据输出层activation的变化 而变化的这个变化率 那么对于我们的二次cost function 就我们之前定义的这个具体的 这个二次cost function 就是我们在这个backpropagation 算法开头给大家定义的 这个二次cost function来讲呢 其实我们这个delta 它就等于什么呢 前一部分 其实它这个输出层 这个cost function 相相针对这个activation的变化率 就等于其实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差值 就是我们输出层上的activation 减去这个y就是我们实际 这个神经网络 这个最终的真实的这个标签 它们之间的一个差 是吧 然后我们乘以这个sigmoid function 它的一个导数 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结果 大家记住这是我们第一个方程 那么第二个方程呢 就是说我们如果知道下一层的这个error 我们它的变化引起我们当前这一层error如何变化 它们的关系是什么 是跟下面这个方程来决定的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计算DL层的这个error 就是这个delta这儿我们如何计算呢 是这样一个方程 我们解释一下 就是说首先我们看到我们下一层的error 就是L加1层的这个误差 乘以一个L加1层它的权重 我们记住啊 这个WL加1层它指的这个权重 其实连接的就是L加1层和L层之间这个权重 是吧权重这样一个矩阵 它的转置乘以下面这个就是L加1层的这个错误误差率 那它们两相乘之后呢 我们再点成一个这个sigma sigma function它的这个一节导数 那它们它求出来的呢 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这一层 就是L层的这个误差 这就是它们之间的关系 就是下一层的误差 它乘以一个权重矩阵的转置 然后再点成一个这个中间变量 它的这个sigma function的一节导数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算出来前一层的误差 是这样一个关系啊 它是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介绍这两个公式 这两个公式有个好处 就是我们如果交替使用的话 我们就可以倒着 也就是从输出层开始 我们一步一步的把所有每一层上面的 每一个神经元的这个所对应的这个 arrow 这个误差都可以算出来 我们看一下 交替使用 怎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看到 刚才我们还记得我们第一个方式 我们把它标记为BP1 第一个方式BP1 它是我们刚才写 刚才定义出来是这样的样子 是吧 那这说明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对于输出层来讲的话 我们cost function 对吧 对这个输出层的activation 求偏导之后 我们知道这个量 我们乘以这个sigma function 它的导数 我们就可以求出来这个输出层 它的这个 arrow误差是多少 是吧 那输出层的误差知道以后呢 我们再结合第二个公式 第二公式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知道某个L加1层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公式来求出 前面这一层是吧 就是我们知道第十层的这个误差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第九层的误差 所以我们想看一下 根据第一个公式 我们可以算出来这个输出层 它的误差是多少是吧 那输出层有了 我们假设我们这个神经网络有十层吧 举一个例子 有十层的话呢 那我们根据这个公式 就可以算出第十层 也就是输出层的误差 那么根据下一个公式 就是我们如果知道第十层的话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前面一层 也就是第九层的误差 第九层出来以后 我们再根据这个公式的话 我们就是就可以算出来 第八层的误差 所以根据这两个公式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神经网络 所有层中的每一个神经元 它的这个对应的这 arrow来算出来 是吧 好的 这是前两个公式啊 跟大家介绍完了 然后呢第三个方程呢 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根据这个 这个我们所定义的这个cost 它的变化率如果是对这个bias求偏导 它的这样一个方程是什么样的 也就是说cost function对于bias求偏导 它比较好的一个性质 就是说它其实就是等于我们之前定义的这个 arrow 这是可以证明出来的啊 证明过程我们就不详解了 但是呢 我们看到我们的目标不是就是对这个 因为cost function对这个bias b和weight全重分别求偏导 那好的结果就是我们求出来这个偏导就等于这个L层 这个神经元它的这个 arrow 那么我们看到对于这个更简单的一些书写方式的 我们就可以直接写成这个cost 它对bias偏导求出来的就等于我们这 arrow 那第二呢 我们对于这个weight全重来讲呢 就这样一个关系就是说我们的这个cost function 对于如果这对于权重的这个w求偏导的话呢 求出来的结果是我们之前这个 arrow 前面再乘以一个前面这一层的activation function a啊 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是我们第三和第四个方程 所以呢 这个就告诉我们如何可以根据arrow和a求偏导数 arrow和a我们都可以求得 所以我们就简化成这样是吧 就是我们我们目的要求偏导 那么就是a乘以这个arrow 那么这个a呢 它其实就是我们把这个模拟成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形式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连线是吧 这是某一个神经元 它呢传递到下一个神经元 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这样一个偏导数呢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关系 也就是说对于cost function来讲 它对于权重的偏导 其实就等于前面这个神经元 它的activation的值 乘以我们输出层 输出的这个神经元 它的这个arrow的值 它两相乘就等于这个偏导数 是吧 所以这样我们就比较好理解一下 那么当如果就是我们输的这个a 它的activation的值如果比较小的时候呢 那么偏导数也比较小对吧 因为我们两个相乘嘛得到偏导数 偏导数比较小 所以这个权重的学习啊 更新就比较慢 所以我们得出来结论就是说 如果一个神经元 它的这个activation值 它是比较低的话呢 算出的权重学习就比较 学习过程就比较慢啊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图像来验证一下 我们这个结论 也就是说我们还记得这个sigmoid function 我们之前给大家画出这个图像 是这个样子的是吧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图像呢 它这个函数值如果接近零的时候呢 或者接近一的时候呢 它都很平缓 平缓是什么意思 我们如果对这个图像 如果对它求这个导数的话呢 证明它这个值很小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sigmoid function 中间变量求导数的话呢 它值很小就接近零 也就是说当输出层的权重学习比较慢 如果输入层的这个activation的值 很高或者很低是吧 很高的时候或者很低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学习的这个权重的过程比较慢 其实对于这个bias偏好也是一样一个道理 所以呢这里我们就总结出了这个四个方程啊 最重要的方程 也就是说 我们首先第一个方程呢 是这个我们定义的这个 delta指的是error啊 它的书在对于输出层来讲的话呢 它就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我们cost function 它对于输出层的这个偏导数啊 它的变化率点成一个这个sigmoid function 对于输出层来讲 它的导数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变化率还等于什么呢 对于这个除了输出层之外的每一层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根据下一层来算出当前这一层的这个error 这是我们第二个公式结论啊 第三个公式就是说 对于bias偏向的cost function 它的偏导数呢 其实就等于我们这一层的这个error 第四个呢 就是对于这个weight 对于权重的偏导呢 其实就等于前面一层的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 这个activation的这个值乘以一个我们定义的error 这就是我们四个最有用的方程 我们通过它来定义我们如何 来进行backpropagation这样一个算法啊 好的 那么我们接着看 我们了解了这四个公式以后呢 我们如何来实现这个backpropagation这样一个流程这样算法啊 好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backpropagation算法的细节 也就是说我们输入的是一个x是吧 就是我们的训练实力 然后呢第一步就是我们输入x 然后我们设置输入层的activation的a是吧 我们我们记得其实我们输入层的这个activationa 它就是由我们的输入x来定的是吧 就跟我们在进行这个手写数字识别的时候 我们输入层的这个每一个activation 就是每个神经元的值 就相当于我们实力的这个图片 它的每一个像素784位的像素点的值 是吧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输入x来设置输入层的activation这个值a是吧 然后呢我们开始正向更新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对于层从第一层输入层到23456一直到输出层大写l 我们就计算通过这样一个更新的公式来计算 每一层上的这个activation的这个值是吧 这个我们大家讲过 其实就是两步 第一个我们是加全求和 加上一个偏好 作为中间变量 然后我们对中间变量再apply这个sigmoid function 我们就得到下一层的这个activation的这个值是吧 我们正向的从这个更新一遍这个神经网络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神经网络所有的这个activation的值是吧 这时候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往倒着往回走了 也就是说我们从输出层开始利用我们刚才推出的结论 我们首先要计算这个输出层的arrow 也就是说这个delta大写l输出层的delta 它等于什么呢 它就等于我们刚这是我们刚才得出的结论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对于cost function 它对于输出层的a求偏倒之后 再点成一个我们这个输出层sigmoid function 对于这个中间变量它的一些导数是吧 这两个求这个元素点成的这个g 好 我们算出来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反向更新了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个输出输出层的这个arrow 我们就可以从输出层到到处第二层到第三层往回更新这个arrow 往回更新的公式呢 就是我们开始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公式 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输出层是吧 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更新前面一层的 让我们根据这个arrow这个公式 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后就可以输出是吧 我们要求的这个偏导它的值对于权重和对于偏向分别是多少 这两个偏导数算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更新我们每一轮的权重和偏向了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所介绍的这个back propagation算法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 back propagation算法呢 它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总体思路呢 也就是说通过首先呢 它是通过迭代性的来训练来处理训练集中的实力啊 那对比神经网络后 它从这个输入层预测值和真实值之间的这个差 来反向反方向的更新是吧 从输入层到隐藏层到从输出层 抱歉从输出层到隐藏层再到输入层 来最少通过来最小化误差来更新每个链接的这个权重啊 还包括每个神经元上的这个bias 好我们再复习一遍这个算法啊 从来另外一个角度 这个算法呢 其实我们之前简单的通过一个例子 在我上一次讲的这个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的课程给大家讲过 但是在这里我们通过这个对于理论化的这个比较深的了解以后 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这个例子啊 也就是说啊 我们的输入是吧 是一个D 就是一个数据的学习数据集是吧 它有一个我们定义好的一个学习率 还有一个多层向前的神经网络 那我们这个输出呢 就是一个训练好的神经网络是吧 就是我们把这个权重和这个 偏好 都训练好的一个神经网络 所以我们如何来进行这个算法呢 我们再给大家通过这个实例演示一下啊 就是说首先我们初始化权重 位置和bias 这是随机的是吧 我们在这个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通过01之间 负1到1之间 以这个 或者从负0.5到0.5之间 以一个正态分布的这样一个方法来 随机的初始化这个权重 weight和更新和这个偏向bias 然后呢 对于每一个训练实例我们从这个输出层向前传送是吧 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权重和bias 我们就算每一层的这个activation的这个值 单元格的这个就是神经元的值 一直算到输出层是吧 其实方法也就是我们跟大家之前讲的是吧 假如说 嗯 我们有这个wile 其实这是我们之前指的x 它是我们这个粒子用不同的标签而已 就是说我们的输入 比如说每一个输入值 输出层的输入层的时候 它是这个 叫做y1 y2 然后我们分别乘以对应的这个权重是吧 加全球和之后呢 我们再加上一个bias 加上bias之后 我们再对它进行这个sigmoid function的运算 我们得到的output 所以所有的这个更新方法 都是根据这样一个流程来更新是吧 所以下一层是根据前面每一层 和乘以它对应的这个线上的权重 再加上一个bias 然后再apply这个sigmoid function 得到下一层的这个 神经元的这个activation的值是吧 好的 然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公式就是这样是吧 写成数据公式就是我们首先加全球和 这个i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上面介绍的这个 这个中间变量z 这是我们用了不同的标记而已 然后呢算出来这个i或者叫z之后呢 我们对它进行sigmoid function 也就是这个function是吧 我们算出来就是下一层的这个神经元的值 也就是它的activation的值 好 再算到头之后 算到这个出出层 我们一层一层算是吧 根据这一层算到下一层 再算到输出层 算输出层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反向传送 来不断的更新这个arrow 这个误差了是吧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输出层呢 我们arrow的公式 这个公式我们看起来 跟我们刚才介绍的有点不一样 但是其实它本质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就是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个公式 我们把这个放两边来对比一下 我们回到这个上节课 我们推出来这个公式 和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公式 它们两其实完全是一样的意思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是上节课是吧 我们更新出来的公式 我们现在对比一下这个更新的公式 对于这个输出层呢 我们是这个arrow 这个arrow呢 指的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delta 只是它的表示符号不一样而已 我们看一下 我们之前写的就是说 这个对于输出层来讲的这个delta 它的这个误差是怎么算的呢 是两部分是吧 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是这个cost function 它对于a这样一个求偏导 然后再点成一个它的导数 那么对于我们这边来讲的话 其实呢 我们看到啊 它的导数 其实它这个偏导呢 其实就是可以用这个真实值和我们预测值之间的差来衡量 这里我们大家提过是吧 所以呢 再乘以一个这个是activation function oj乘以1-oj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一节导数 所以我们这两个其实等同的啊 然后对于隐藏层呢 我们之前写的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arrow的公式是根据下一层来算是吧 我们就是说下一层的这个arrow 然后乘以这个权重的矩阵的这个转置 然后呢 再点成一个它的一节导数 sigmoid function 一节导数 我们看到这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看到这个arrow是吧 它其实就是下一层的这个arrow乘以这个权重 然后全部加球和加起来 就相当于我们这一部分是吧 乘以权重的导的这个转置 只不过这是用这个矩阵和向量的形式表示出来而已 然后点成一个这个sigmoid function 它的一节导数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oj乘以一个1-oj 是吧 然后我们再看 对于这个权重的 的更新量呢 其实就是这前面加了个learning rate 这是我们指的学习率 它乘以一个我们的算出来的arrow 再乘以一个oj 这就等于说我们这一部分是吧 我们对这个权重的更新求偏导呢 它其实就相当于这个前一层是吧 它的这个activation就相当于o这块 然后我们乘以一个上一层的这个arrow 所以这两个公式是等同的是吧 然后呢这个偏向的更新也是一样 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c来讲的话 对于cost function对于偏向求偏导 它其实就等于我们这个arrow 是吧 我们看到这个偏向 它就等于这个arrow 它只是多成了一个learning rate 就是我们的学习率而已 好了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公式啊 跟我们之前讲的其实一模一样的 然后呢我们这个back propagation的终止条件 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我一点 就是在这个机器学习的课程里面 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算是我们训练结束呢 这个有很多种方法可以终止啊 第一种方法就是说 当我们权重的这个更新 低于某个预值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啊 它已经收敛了 因为我们上一轮权重和更新完了这一轮权重 它的这个差别已经不大了 它低于某一个预值啊 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说我们这个学习结束了 或者说我们的预测的错误率低于某一个预值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神经网络 每次学完一轮不是得到一个错误率吗 就是比如说我们预测这个 像识别这个手写的数字 我们讲是我们的一个期待值 它的错误率要降低到比如说1% 那么如果我们在学习过程中 这个错误率已经低于1%了 我们就可以终止学习过程 或者是我们达到一定的循环次数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appcur 就是一轮一轮学习 我们无论怎样我们就设定 提前设定好我们就学100轮 那在100轮结束之后我们就停止学习 是吧 所以这就是几个这个终止的条件啊 所以最后呢 我们跟大家手动的来举一个例子啊 来算一下这个propagation算法 它是如何来更新的啊 权重和这个偏向 好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样有个简单的神经网络是吧 我们有三层 第一层输入层有三个神经元 第二就是隐藏层有这个两个神经元 第三个我们有这个输出层有一个神经元啊 分别叫名字就123456 六个神经元 然后这里就是它写的就是两两之间的这个weight 是吧 权重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假设呢 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这样一个initial input 就是最开始的这样一个输入啊 它输入 我们确定一下 这个是我们值是怎么确定的啊 就是在对这里的x指的就是我们的训练实力 是吧 就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给它赋予的这个activation的值 在输入层我们就是根据实力 它的值来输入 那么对于权重来讲的话 我们刚才说过 我们这个输入的时候是初始化 是随机初始化的 从正态分布里面来产生的 所以呢 我们假设我们输入的时候 有是这样几组织 就是x123 就是分别三个神经元 输入值分别是101 我们所有的权重对应的值都在这写着 是吧 就是我们所有的连线上对应的这个权重 是我们随机初始化的开始 好 那我们就根据我们之前定义的公式 所以说 首先呢 我们算这个第四个神经元 它的值是吧 它怎么算呢 就是 每一个前面一层的输入是吧 乘以它们对应的权重 所以我们看一下啊 假如说是x1 它是等于1是吧 那x1和这个4 这个之间 它对应的权重是这条线 对不对 这条线它的权重是w14 我们查一下w14是值多少是0.2是吧 所以就是1乘以0.2 加上这个x2的值在这里是0是吧 0乘以这条线的权重 这是24之间的权重呢 我们看到是0.4是吧 所以就是0.2乘以1加上0乘0.4还是0是吧 然后第三个神经元是3是吧 3呢 我们看到它的值是1 这个值呢 乘以它对应的权重 到4这一点 就是w34 w34的值我们看到是-0.5 也就是说 这个1乘以-0.5是吧 还是-0.5 所以我们就看到 这个0.2加0减去0.5是吧 这是我们w乘以x就是加权求和的值 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一个偏向是吧 就是我们的bbias bias呢 我们在这个例子里面用θ表示啊 这个θ就相当于我们之间的b是一个意思 那我们还要加上一个这一点对应的bias 是吧 也就是它的这个θ值是-0.4 所以我们把加权求和之后 再加上一个-0.4 也就是减去0.4 就得出的值是这个-0.7是吧 这个-0.7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之前说的这个中间变量z是吧 还没有完 我们这个z算出来以后 我们不是还要对它进行这个sigmoid function的运算吗 所以呢 我们再求1除以1加上1的-0.7次方 负的负0.7是吧 就是负的这么多次方 它本身是一个负的 所以负负得正就0.7次方 得到0.332 所以这个0.332的值就是我们这个神经元4的值 是吧 它的activation的值 那同理呢 我们可以算出来5和6的值 我们就不详细介绍 大家可以自己验证一下 是吧 算出完之后呢 我们记得我们还要对这个 从回 从最输出层反向往回开始更新这个arrow 是吧 那怎么来更新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更新arrow的时候 就是根据这个公式 是吧 就是对于某一层呢 我们根据它的这层的 对于输出层啊 我们是这样一个公式 就是输出层 它的神经元的值 就是乘以 就是activation的值 乘以1减去这个值 再乘以呢 这个ti 就是真实值和我们输出值之间的差距 是吧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就套面这公式的话 就是我们输出层的值是0.474 是吧 之前算出来 这个0.474 乘以一个1减去0.474 再乘以一个 它的实际标签和它这个预测值之间的差 就是0.1311是吧 所以我们对于每一层都可以输出层的每一个神经元 456这三个神经元都可以套这个公式来算出来它的值 那么在算出来之后 我们就用下面这个公式 就是对于隐藏层 我们输出层的神经元的值已经算好了 我们就往回推 这是我们要算每一层隐藏层 它对应的这个arrow的值是多少 是吧 所以呢 我们就套用这样一个公式是吧 来计算 我们下一层输出层的值 arrow已经算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wait也知道 我们就根据这样一个公式来算前一层的值 所以我们看到 对于这个隐藏层的话 就是说 比如说w46 我们就通过 这样一个learning rate 是吧 这是0.9 乘以一个arrow 这个arrow怎么算出来呢 就是根据我们这个公式来算出来的 我们把456 三个arrow都分别算出来了 是吧 就是6是根据输出层算的 然后4和5是根据我们这个公式 隐藏层来算的 比如说 我们这个oj是0.525是吧 乘以1减去0.525 再乘以输出层前面这一层的arrow 和权重量量相加 所以呢 我们就算到 第五个神经元 它的这个activation 它的arrow是这么多 是吧 然后通过arrow呢 我们再乘一个learning rate 还有它这个当前的神经元的值本身 就算出来 我们应该更新多少 这个delta就出来了 是吧 所以呢 我们根据更新 我们就可以算 每一次算出来之后 我们这个权重 就等于之前的权重加上这个更新 是吧 所以我们就把新的这个权重算出来了 这样不断的往复 我们就可以不断的更新这个权重和它的偏向 好的 那么对于这个back propagation算法呢 我们就介绍在这里 然后呢 给大家解释一点 就是back propagation算法是neural network 包括深度学习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算法 所以我们花了一点时间给大家解释 希望大家对它里面的道理有一定理解 这样的话我们对以后的工作 就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在我们训练神经网络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它内部是怎么更新的 后面呢 我们的数学的这个部分没有这么多了 因为在后面呢 我们主要涉及到这个宏观的神经网络不同算法 如何进行计算 好 希望同学们对这个back propagation算法有一定了解 在下一节课呢 那我们就开始在这个算法已经了解的基础上 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通过python的代码来实现这个back propagation的算法 好的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